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伦敦的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14日发表声明 呼吁中国政府必须马上保证被关押的维权人士 获得必须的医疗服务 海外的中国公民维权联盟14日发表 关于严厉谴责中国政府将曹顺利女士迫害致死的紧急联署 据悉 曹顺利曾在2013年6月 开始在中国外交部前静坐长达两个月 敦促官方起草人权报告时 征求公众意见 去年9月 在他准备前往日内瓦 参加联合国的一个会议时 在北京机场被警方带走 后来被以寻性滋事罪逮捕 在压期间 曹顺利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 但家属和律师多次申请保外就医 均被拒绝 3月14日 湖南长沙市两名新疆籍商贩 因争执引发护殴 其中一人被砍死 凶徒逃跑路上又砍死了另外4名无辜路人 最后被警察击毙 同一天 四川成都闹市区的大量民众 因砍人传言四处奔逃 后来警方证实有关消息是谣言 200多名维吾尔人为了逃避中国政府 在新疆的严打政策而逃到泰国 但他们在3月11日逃往马来西亚 寻求联合国的帮助的途中被扣 此外 新疆法院的一名维族女性工作人员 去年因非法联系境外罪被捕入狱 早前 家属发现他已经奄奄一息 身上有伤痕 随后因抢救无效 于3月10日死亡 马航MH370航班失联已经进入第7天 据路透社报道 参与马航失联飞机调查的知情人士说 马来西亚军用雷达显示 在航班失踪的当天凌晨 这架飞机正飞往印度安达曼群岛 但是据媒体报道 印度方面没有获得有大型飞机降落的信息 美国CNN报道说 美国参与调查的官员透露 目前失踪飞机已经坠入印度洋 而中国科技大学3月14日宣布 两个位于马来西亚的地震仪 探测到马航客机失踪当天凌晨2点50分左右 在失联海域附近曾发生海床活动 而有关海域并非地震带 估计可能是客机插入海床所致 南乐教案辩护律师夏军日前抵达台湾访问 这是他为南乐教案奔走海外 寻求国际关注的其中一战 夏军现任中国深圳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律师 自己也是基督徒 去年11月19日 他接受南乐教会牧师张绍杰家人的委托 前往河南南乐县出任张绍杰的律师 夏军日前在美国对华援助会的安排下 前往美国参加全美祈祷早餐会 并且拜访多位国会议员 呼吁各界关注南乐教案 接着他转往台湾 周五上午在台湾立法院 参加了由民进党立法委员田秋景 和国民党立法委员陈学胜 共同主办的听证会 夏军运用录像和投影片 详细介绍了南乐教案的始末 特别是当地官员对基督徒及人权的迫害 他也介绍了自张绍杰以下 目前仍被羁押 拘留的当事人的个人资料和受害情节 夏军说南乐教案即将开庭 辩护律师团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调查 可以很有把握的说被告全部都是无罪的 这完全是一次这个宗教迫害 也是一次政治迫害 也是一次人权迫害 那我们呢要想阻止这种迫害继续发展下去 那就是说靠舆论的力量 靠舆论宣传 首先揭露他们 靠国际语论 国内语论 现在就是说他们不在乎 台湾的语论要调动起来 目前还有六个人遭到官方关押 都是准备要接受审判的 夏军说 他们原本也见不到律师 都是在反复抗争之后 才能获得应有的权利 夏军感叹 在中国每一步进步都得来不易 记者问道 相对的 有没有南乐县的地方党政官员 遭到民众控告 夏军说 控告官员的部分 法院一概不允许立案 以上就是今天的亚太联播 我是古继柔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感谢您的收看